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讲 上节课呢 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后台菜单 菜单就不需要怎么增加 好 那我们接着讲我们这个后台功能实现一个增加数据的一个功能 OK 那么我们参考的这一个的话 可能课程跟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出路 不过没关系 我们能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需求就可以了 那后面如果说时间有多 我再给大家讲讲其他相关方面的东西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继续查看我们这一个增加数据的这一个课程 那增加数据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一边的这一个样式给改一下 那改样式的话还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那它这边有个datalist 对不对 有个datalist 好 然后 那我们需要改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头像是没有的对不对 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头像给删掉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 呃 your name 好 那这一切的话我们都需要改一下 下方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datalist在哪里啊 datalist 好 这边有个datalist cp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这边的话就啊 有一个我们datalist pc啊 cp 好 然后呢啊 我们的这一个sauce的话就是查找我们的这一个 卖自faq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如果说 is admin 然后呢我们就查找所有的一个信息 如果说我们的adme为 呃 我们这个也不需要的话 我们直接只要一句就可以了 好 只要一句就可以了 好 只要一句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grastbook get url 3000 好 这个我们不需要了啊 这个是啊 不能有留着吧 这个是啊 限制我们一次提交多少的啊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上了 那现在也把这个上了嘛 因为已经也没用了啊 好 那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话需要改一下东西啊 好 第一个的话 我们这个优念是没有了啊 我们优念没有了 我们这边来 A 放A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主题 主题的话 这个时间mydat 这边应该是add 他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间留着吧 然后我们的 问题 是我们的file的 名称 对不对 然后刷新 好 我们A是这个位置啊 标题在这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A跟审核 跟来自跟QQ都不需要了啊 好 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table 这个table 我们就不要了啊 好 刷新一下 看一下样子 好 我们把这个A给刷新 好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啊 这么一个样子 看啊 那这个不需要 我们这一个改成我们的content 刷新 好 我们这 这个也有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些样式的给它刷新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什么 主页 主页 我们也没有 对 我们把主页给刷新 好 我们的一个邮件 好 我们的一个邮件 也不需要放在这边啊 直接给它刷新 好 这边有个回复跟编辑 如果说是adme的话 是我们后台的一个用户的话 就进行一个删除 进行一个删除 jobdelete 对不对 好 然后刷新一下 好 现在的样式是这个样子 可能会有点不大好看啊 没关系 我们再来一条 再来一条 标题 然后电子邮件 eaa 好 然后gfue 对吧 提交 知道了 好 这是我们的标题二 对不对 标题二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来 把样式给改好看一点 样式给改好看一点 第一个的话就是 table 这是一个table 这是一个table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来 border为0 steepending为2 这个为1 好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背景颜色 叫做我们的 这个地方的颜色也可以改一改吧 好 我们颜色的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颜色直接 一口一个这个东西 好 再刷新 好 有语法错误啊 有语法错误 好 我们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再加上一个单引号啊 刷新 好 那么这块就出来了啊 出来了 好 我们来修改一下颜色吧 修改一下颜色 我们把这个给返回回去 刷新 然后我们把颜色全部都变成我们这种 fb的这种颜色啊 我们的这个style就是这样子 背景颜色对不对 为我们的这种fb的这种形式啊 刷新看一下效果 好 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td 我们里面这个td的这个 好 这个我们td啊什么东西的就不需要了啊 下面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用了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我们找 我们给这个table加个class classfaqlist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样式写在这边 它里面的td背景呢 为我们的白色 好吧 刷新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背景呢 为我们的灰色吧 这个样式我们就给它去掉了 好 就实现了这样子 好 就实现了这样子 在这个地方加个div class clear 让它呢 有一个 这个换行的这种概念啊 clear boss 然后它是一个隐藏的东西啊 它是一个隐藏的东西 mangin 跟mangin 跟padding 全部为零 刷新 好 看一下哪里出现问题啊 clear 刷新 有问题吗 刷新 是可以的呀 好 我们如果说clear被占用的话 我们这样子clear s 好 这样子总可以了吧 好 然后呢 让里面的td 全部的pending 五个像素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pending给 去掉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虚线部分啊 我们把这个虚线给 去掉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虚线给去掉 是这个吧 刷新 好 那么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一个 正常的样子啊 一个我们正常的样子 然后分页 我们现在多加几条数据啊 标题3 email3 内容3 2bc2 好 这是另外一个 然后呢 标题4 email4 验证码不正确 好 这边提示我们验证码不正确之后呢 直接没有反应好 正好我们把这个给修复一下 好 我们来看 这边会提示我们验证码不正确 好 我们也把show message后面的这些参数给加上 好 这些参数给加上 我们再来提交 验证码不正确 对不对 让他 返回来啊 他这样子就返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叫内容4 啊 不对 标题4 对吧 email4 wpgi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有四条数据 好 我们需要把分页给调一下 看一下分页有没有效果 他现在是10页 那我们现在改成 一个 好 这四个页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到下一页啊 到下一页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新增数据就好了 新增数据就好了 那下一节课是一个编辑数据的一个概念 编辑数据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提问 好 这些不用了 我们把这个给改回去 说明我们分页是有效的 那我们就改回去的啊 好 然后呢 下面这一个的话 我们自己改哈 我们可以自己改 我们下面这一个这一段话的话 是我们include的 我们fine name的这一个 插件的一个foot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也没什么好讲 轻松一点哈 这节课可能会比较轻松 嗯 看一下有没有需要去解答的一些东西 嗯 嗯 也没有啊 也没有 这个后台的话 其实跟我们前台是一样的啊 后台跟前台是一样的 那我们 啊 我们再做一个操作 就是把我们的后台跟前台独立开啊 后台后台跟前台独立开 独立开其实也很简单啊 独立开也很简单 像我们现在已经跳起来买子得得的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做一步什么操作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插件哈 打开我们的这个插件 找到我们的这个ask 我们看到我们ask这个地方的话 他的一个index跟我们的一个admin 是分开的哈 我们打开这个东西看一下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一个的话是我们后台需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后台的一个权限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我们前台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些控制器 有我们的数据 有我们的扩张模型 那一些静态文件 对不对 还有一些是我们的一个模板 他也分成我们的后台跟前台 这是我们的一个ask插件 那当然说我们ask插件会比较高级一点 但是呢可能会比较复杂 好实际上比较高级 但也是比较复杂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 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个 插件也分成前台跟后台 也分成前台跟后台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麦子 FAQ 麦子FAQ 这边有个麦子学院 这个是干嘛用的 我们看一下 没有任何用 好 好我们这个麦子学院可以上吊 是我们之前做实验用的 那么我们刚才不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 有看到一个isadme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关掉 然后到这个地方的话 会判断到 如果说是我们adme 会有一些什么样子操作 好 那好 那么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 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说是我们的一个adme 好 否则是我们前端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把模板解析的不一样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 plus下面的 这一个叫做 -adme 好 这是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肯定是把我们模板给做一下 对不对 然后找到template 然后plus找到我们的mets mets 哎 这边就有一个metsfaqadme 好 我们正好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点击问答 好 它是跳转到我们的这一个地方来的 跳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这是我们adme的一个界面 adme的一个界面 然后呢 我们这个adme的界面需要填充一下数据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数据直接给填充过来 好 这边的话我们是一个管理员 所以说我们可以回复留言 对不对 可以回复留言 好 那么我们需要改一下什么样子的 直接把这个先放到这一边 好 先把这些放到这一边 好 假设说我们现在呃 管理员跟前台几乎是没什么差别 好 只是多了一个回复留言的这种操作 好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其他的给不要的伤掉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输出一句话 好 为了区分 我是后台界面 对吧 那这会我们后台跟前台界面是不一样的 啊 我们看一下 一个mets问答对不对 跳到这边 然后我是一个后台界面 好 有个后台界面 如果说我们现在在我们前台打开 这会肯定也是这个在后台界面的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是这个样子 嗯 你因为已经登录后台 如果说我们把这一个用一个其他窗口打开 好 我们用其他窗口打开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前台页面 前台跟后台是啊 其分开了啊 其分开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修可以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第一个可以比较清晰 比较清晰 对不对 我们这个管理员就是管理员 我们前台界面就是前台界面 好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编辑跟回复给去掉啊 前台的编辑跟回复我们给去掉 好我们这边不是有回复还有一些编辑吗 对不对 好 它是跳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啊 我们直接把它删掉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前台界面 对不对 前台界面是没有回复也没有删除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后台界面看一下 我们的后台界面是有编辑也有删除的 对不对 有编辑也有删除 好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删除有没有用啊 删除 成功的删除了一条文答 好删除是有用的 对不对 然后编辑跟回复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效果 点击 好 那我们编辑跟回复的话 跑到我们这一个界面来啊 所以我们这个界面是错误的 嗯 那么我们还需要做一步 我们这个adme既然是有用的 我们就不能占用 对不对 我们把adme呢 copy一个 叫做 麦子的我们的 后台 是不是 后台叫做 嗯 edit吧 其实我们这个叫edit 会好一点啊 好 我们edit1 然后这个我们叫做adme 好 我们把这个刚才的这个样子给它回复回去啊 给它回复回去 然后我们前台这边点击编辑的时候 就到这个地方来说明是没有错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adme改成我们的edit 然后再把edit1改成我们的adme 好 这个以后再跟大家说哪里什么作用啊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后台界面 对不对 是我们的一个编辑啊 编辑我们先不管 好 那我们现在刷一下后台界面就长这样啊 我们后台进去就长这样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前台就是长这样啊 前台就是长这样 然后我们编辑的话就下一节课再来讲啊 那我们这节课先讲到这一边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我们的后台跟前台独立开啊 好 那么我们先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 下节课接着来讲一下我们的编辑数据 好 感谢大家